中华邮政连续18年举办全国性的捐血活动 3月5号、6号一连两天 是在花联邮局前广场和花联港务分公司等多个单位 共同举办了联合捐血的活动 各单位也准备了精美食用的礼物 鼓励民众踊跃晚秀捐书来热心参与公益的活动 中华邮政公司从民国92年开始举办全国性的捐血活动 到现在18个年头已经募集超过41万代热血 3月5号、3月6号一连两天 花联邮局和花联港务分公司等多个单位 再度举办联合捐血活动 号召大家热情晚秀捐书 从去年以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连带影响民众捐血的意愿 花联邮局为了呼吁民众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观念及行动 特别在3月5号、6号联合花联港务分公司 港警总队以及港区各行政单位 在花联邮局前面的广场举办捐热血有爱心的活动 时间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 呼吁也欢迎花联乡亲 永夜捐血让爱传播出去 这项活动已经办了18年 总共募集超过41万代的血 花联邮局为了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项活动将会持续办理下去 这次联合捐血参与单位包括了 花联邮局、花联港务分公司、港警总队、港务消防队 东航中心、花联港勤营运所等 各个单位都准备精美食用礼品 感谢捐血人热心公益 3月5号、6号1点2天 上午9点到下午4点 在花联邮局前广场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晚秀捐书 借了一会欢迎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